大家好,我是Cindy 欢迎大家继续学习Cindy液化JDBC系列视频课程 本次课呢,我们将要学习JDBC一个非常重要的应用 就是如何使用JDBC实现批量插入、批量更新和批量删除 批量操作呢,在跟数据库的交互中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功能 举一个例子,比方说我们的插入语句,一个音色的语句实际上呢 只能执行一次音色的操作,但是如果有时候我们同时要实行几千次上万次的这种插入 我们也不可能一条一条语句的去执行 那最好的办法就是把这成千上万条的插入语句 把它们汇总到一起,一起提交跟数据库 然后一起执行,这个就是批量操作 当然本次课呢,我不管是介绍批量插入、批量更新和批量删除 只会介绍它们实现的一种方式 就是非常类似的一种方式 不管是插入、更新还是删除的批量呢 都可以用这种方式来实现 那好,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下实现的代码 怎么写 现在呢,我们打开MyEclipse 这节课的代码呢,我们依然还是研习上一次课的代码 上一次课的代码呢,我们是写了一个test三类 这个test三类做的任务就是载入驱动 获取连接对象和释放资源 那么test四类呢,是提供了一个查询EMP表所有记录的方法 那么在这里呢,本次课我们新增了一个批量插入的方法 insert dpt batch 提供这样一个方法 目的就是为了批量插入 dpt表 我插入500条记录吧 那好,那首先呢 得到一个collection类的对象 得到了之后呢,请注意我要写一个seql语句了 等于insert into dpt表values 三个问号,这是代参数的seql语句 所以我需要得到一个prepared statement的对象 看点prepared statement secure 那接下来我要插入500条记录 但是呢,对于seql语句来说 每一条insert都只能插入一条 那如果我要批量插入500条怎么办呢 我做一个for循环 从51开始循环 i小于等于550i++ 那每循环一次的话呢 stat去设置一下它的参数 i 好,我得看一下这个dpt表的描述 哦,number是2 也就是说如果我是500条记录是超出了这个2的范畴 那我就不插入500条吧 小于等于99吧 40多条 OK,接下来 stat.setstring 2 test加i 也就是说把第二个参数的值设为test加i 第三个参数的值设为mice加i 好的 设置完之后 请大家特别注意 stat.add batch方法 这个方法非常重要 这是实现批量操作的最重要的一个方法 也就是说 每当我们设置了一条insert语句 把这个值都设置进去之后 我立刻把它添加到批量里面 用addbatch方法添加到批量 添加进去之后 相当于循环 5199 99-51 4849条语句 之后这49条语句 都添加到批量以后呢 我去集体执行 execute batch方法 好 先addbatch 当添加完毕之后 整体执行 这个非常重要 这个就是批量插入 最重要的两句话 不光是批量插入 批量更新 批量删除 其实用的都是这两句话来执行 分别每一条语句去addbatch之后 全部添加完毕之后 整体批量之心 好 这个就是批量插入第一个重点 一个是addbatch方法 一个是execute batch方法 那么除此之外 还有第二个需要值得注意的重点就是 首先我得设置自动提交为force 就是说不要它自动提交 之前呢 我们做的简单的操作 它执行完一遍以后 它都自动提交了 自动提交事物 那么这一次 我要给它设置为force 不要自动提交 直到我execute the batch之后 我再整体提交 这个有个好处 这就是失误了 如果有一条失败 那我整体都会回滚 OK 这个就是第二个需要值得注意的重点 执行完毕之后 test三点 free free OK 因为这里没有rs 所以我第三个参数 可以置为now 好 那么到这里为止 这个批量插入 就已经写完了 写完之后就是测试了 我直接在test4里面写上 梦方法 OK 写上之后 test4 obj 等于6 test4 接下来 obj 点 insert dpt 大气 好的 写上这个方法 我们来测试一下 run earth 執行完毕 没有报任何的信息 没有报信息就是对的 因为我并没有在后台输出 那么唯一可能会输出的就是异常信息 既然他什么都没有输出 只可能说 没有发生异常 执行成功 接下来我要做的就是到数据库中去看一下 有没有插入这么多条记录呢 从51 到 99 OK 果然 全部插入了 这个就是JDBC的批量插入 批量插入两个值得注意的重点 第一个 我每写完 拼装完一条C口语句 一定要add batch 然后呢 全部add batch之后 我通过execute batch方法 统一执行 这是第一个值得注意的 第二个要注意的就是事物的设置 在批量提交之前 我设置事物 ORC的事物自动提交为force 在全部执行之后 才会整体提交事物 这样就可以有效的避免 有一条错误导致部分成功 部分没成功的这种情况 可以完整的保持事物的这种原子性 要么全部成功 要么全部失败 好的 这个是批量插入 如果是批量更新 问号 will dpt number 等于问号 同理 装载进去之后 请注意 一样的是设置add batch execute batch 没有任何区别 只是 C口语句 不一样 好 这个 同理 批量删除也是一样的 那么到这里为止呢 JDBC的批量插入 批量更新和批量删除 就已经讲解完毕了 那到这里的话呢 CINDY夜化JDBC系列视频课程 也结束了 当然CINDY在这个地方都是尽量用 浅显的语句 或者说是简单的实例 来介绍JDBC的一些机制 那么真正JDBC在应用的时候 你需要考虑它很多 比方说现成安全的并发性啊 效率的提高 你可能会写很多的辅助代码 去增加它的一些灵活性 包括它提高它的效率 但是呢 在这里 只要你跟着CINDY这套课程的话呢 你是可以把最基础的JDBC的原理 会弄得非常清楚的 那么之后你们再去扩展 去学习些更高深的东西 就会非常简单了 那好 非常感谢大家 学习这个CINDY液化JDBC系列视频课程 我们下次再见